巴巴托斯铁狼座背负上艾梅哈斯蒙 这是有多凶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 在去年的高达创战元宇宙中 三代名人带来了精益系列新集 精益巴巴托斯铁狼座 又是主角集 又是红集体 加上改造了多型台背包 在本就简短的一集里又出尽了风头 让人早就把本片主角忘了脑后了 而这款精益铁狼座的模型 三月初登场在收录了创战元宇宙异地主题曲的 LankoPlanet的专机CD附录 铜捆定价5000日元 而本周则作为独立产品发售 2500日元 模型和铜捆版的区别 就是外甲改为了普通成型色 我倒是感觉没了金属色水纹的困扰会更舒服一些 铜捆版这个成型色的水纹太凶了 大家多多一言三连 这次我们来看一看三代名人的设计 又能体现出巴巴托斯的几分气质 目前就是这款精益巴巴托斯铁狼座完成之后的状态了 首先要说的就是 这次因为采取了数大尺寸的背包结构 加上铁血骨架PC价的应用 这款精益巴巴托斯铁狼座 在自立方面的表现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腰部 胯部 脚踝这些位置负担很大 想要自立的话 需要非常耐心调整好背包角度和站姿 为了不让玩家抓狂 所以模型内部附属了一个简易支架 用来辅助支撑 而这套套件是直接涵盖了HG88托斯铁狼座的完整结构 不考虑魔改设计 你直接就可以拼出一个红色的铁狼座来 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也还不错 正好我们可以先对比一下 在此基础之上 主体部分都魔改了哪些结构 在本体部分 原版铁狼座应该是被三代名人认定成了第七形态 而当前这个名人则是定义成了第八形态 首先在头部天线是采取了更加硕大的尺寸设计 原本顶部包裹轻轻劈开 正面看起来像是王冠一样 透露出隐隐的霸气感 然后在脖子这块 颖口设计尺寸增大 并且上面设计了一些适配轮廓的刻线走势 风格看起来更加硬朗一点 肩甲外层装甲造型变更 去除掉了铁花团图案的外层装甲 外层增加了小机翼结构 顶脚上扬整体看起来更具有攻击性 但是视觉效果方面 原版的大反差配色我个人感觉更有特点 这个地方延续了侧面外拉展开的可动设计 而在身后的背包结构相较于原版 整体尺寸是进行了缩小 也更薄了 自然也没有原版那个背包装甲展开 内部夹装机械臂的模式了 在底部是采取了更加传统的圆形喷口配置 原版背包虽然表面带有两个接口 但是因为结构干涉关系 暧昧背包是没法直接装到上面叠加使用的 个别位置分色设计做了改动 像是脚跟 腿部推进器 侧裙甲传感器的外块 有一些设计包裹分色的贴纸 这次是被取消掉了 大腿顶部单元需要贴纸进行分色 如果单看主体配色丰富度的话 其实是要比原版的天狼座稍微少一点 本体做的造型变更的地方就这些 其实并不算多 作为主体的第八形态 各位可以打几分呢 因为主体结构和之前的天狼座是一样的 主体外甲又都是小改动 所以在可动方面的表现也没有太大差别 因为HG铁血时期还有PC件的应用 模型安装完毕之后放置一段时间 就比较容易出现关节松动 或者是不举的情况了 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因为这次又添加了大背包还有其他武器 那么这套骨架把玩或者摆造型的话 手感表现就极度皮软了 会让人感觉超级难受非常难受 摆造型的时候要见好就收 微调一下 不知道哪就又垂下来了 而在武器配件方面 手持主力武器 首先板件是直接剩余了一把天狼座的剑形吹毛 算是额外留下来的手持武器了 可以直接进行手部握持 而作为精英天狼座的专属新武器 这次是给设计了一把新的精英锤毛 整体造型呈现为骑士长枪的姿态 在四周也配置了小尺寸的枪口 在使用锤毛禁忌率攻击之外 配合侧面可以展开的手持握柄 也能够作为远程武器使用 这个设计有一点点像西蒙利维大尔那一把 但是功能要简单很多了 目前长毛的轮廓有点短粗骨粮 像萝卜 不如动画中有魄力 如果再大一点就好看了 即便如此 秋关节外拉以后 但密制程也会出现某些角度不举的情况 在不使用的时候 可以安装在背包上来进行收纳 而这次最大的看点 都集中在了新背包 精英推进器天饰上 看这个外观 有翅膀 有爪子 有尖嘴 贴血的观众是不是感觉非常熟悉了 这个造型可以说和贴血中的 MA机体哈斯蒙十分相似 曾经头破血流硬钢的机体 现如今背负在身后 有种莫名的成就感吧 但和本体对接之后 被定义为地红形态 日语有地久的意思 但赤红 新红形态不好听吗 而精英推进器天饰上 也设计了一些对应武装 在前端的头部单元 底部也配置了一个光束炮的炮口 动画中有多次演出 在底部是配置了球形关节 背负形态下 也可以实现四周湿湿的角度摆动 中心主机械臂关节 可以上下调整复养角度 但是因为采取了一个大C型结构安装在衡量 往后调整会很容易出现不到位导致卡住的情况 这个时候需要确保安装到底以后慢慢调整 以免损坏结构 在Y形位置上也带有一个关节 可以一同调整光束炮的尾刃角度 背面稍微锐利点的单元 是哈斯蒙背包的尾刃设计 利用模型内部附属的铁丝来进行连接 就可以实现背包尾刃系统的释放了 这样即便圆形是巴巴托斯天狼座 也直接沿用了ME背包的尾刃系统 不过铁丝连接尾刃一段并不是非常紧实 我这里是弯折了一段 对在里面就好很多了 电线的长度有些短 再长一点的话 造型自由度就会更强一些了 接着就是背包两侧的主翼推进器 根部采取了两个大球形关节 来作为主力关节 可以前后旋转或者轻微平抬 来改变主翼角度 而在推进器的内部还附属了一个折叠关节 底端轴型结构可以上下摆动 为了防止布局中间是做了纤维处理 而内部隐藏了关节部分 利用两侧的凸起在装甲内部有个定位 再次外拉到顶也会有定位效果 并且多了一段关节可动 而同时也可以采取折叠方式 缩短推进器的放置位置 中段关节在装甲内部也有一个定位凹槽 但是并不像顶部凹槽那样 带有非常紧实的固定效果 用于后面的其他形态模式使用 在下段挂仔的一对爪子 也是采取了球形关节连接 可以四周调整角度 而这对爪子支持独立拆卸 拆卸完毕之后 可以安装在手臂手持使用 不过安装的话 需要把长条装甲面板拆卸下来 然后先固定在手臂 然后再把前端的爪子套进去 才能完成搭载 在前端白色爪甲的部分 配置了独立关节 可以进行爪子展开 内部配置似乎是一个炮筒结构 虽然爪子配巴巴托斯的野兽风格 阿里来说应该并不违和 但是这个三叉造型 再配上红色外甲 怎么一股子虾压水产器的味道 在背包方面 我们调整一下光束炮 还有伟人的放置角度 然后两侧主推进器 我们进行背面放置 用关节的折叠属性来进行收纳 这样主推进器会改为前置状态 爪子的使用 还有主推进器的一系列调整 现如今就是精益天狼座的低兽形态 日语中也有第十的意思 但野兽形态 猛兽形态 不好听吗 磨屑形态不好听吗 而除了背包上的独立武装之外 背包和新的吹毛也有组合玩法 我们需要重新安装一下毛头的角度 让表面最大的炮口凹槽一面朝上 我们从背包上拆下来刚才展示过的爪子 然后再拆下来前端的光束炮单元 两侧推进器利用折叠关节外达定位 中段关节定位在下面的凹槽里 形成两侧展开的状态 然后利用关节调整尾刃单元的角度 变为前置状态 长毛从原本背负声纳下的横置改为纵置 安装在背包上的十字接口上 在尾刃单元的关节上带有一个凸起的定位点 和长毛上的小凹槽进行对接 两面接手不同 如果吹毛的面撞错了 这里是安装不上的 这个时候就形成了两点定位 而这两侧爪子机座部分旋转一下 内部和长毛的货柄还有固定位点 对应安插好以后 这个吹毛就已经完全固定好了 非常扎实 最后光束炮单元安装在顶部凹槽上 这样精益巴巴托斯铁梁做了组合武器 精益铁血就组合完毕了 是一把尺寸硕大的复合形态武器 有多重呢 这个吹毛的握柄现在已经到了弯的程度了 在前端是动画中多次使用的光束炮 尾刃部分则是延续了长毛前端的图刺属性 而两侧硕大的推进器 前端带有白色巨齿 则是可以理解为搞头镰刀的攻击方式 感觉还是蛮有看点的 只不过那个白色爪子当前形态下并没有设计组合方式 而同时组合完毕之后这个重量再次提升 这握持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好在底部已经给了配合展示的指甲接口 而目前精益铁血在背包上的接口并没有被占用 所以目前这个大搞头依旧可以直接憋覆到身后 两侧的翅膀配合着像是尾巴的吹毛握柄 有没有一股恶魔的味道 为什么我会想起穷奇来了 对于这次新的武装设计可以打几分呢 虽然说这套套件是以HD天狼座为基础 但是本身外甲部分进行了极度高调的名人换色 外观部分又进行了一些魔改 视觉效果相比原版差别挺大的 而以MA集体哈斯蒙为灵感 新设计的精益推进其天使 不仅为天狼座注入了新的铁血元素 在外观方面也让巴巴托斯步入了背包系的大门 而同时其附属的光束炮 尾刃 双巨主包括锤毛的组合形态设计 也极大丰富了这套套件的可玩度 对不对的启明人的设计水准呢 不过作为HD铁血骨架的基础 配合上大背包大锤毛 玩起来的话 那可是让人感觉非常难受了 想入手的朋友要有心理准备 而普通版定价方面 原版的HD天狼座是1000日元 也就意味着这次外观改模加上新武装的部分 价格在1500日元左右 已经超过了本体 大家感觉带来的这些变化 性价比方面如何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了 大家喜欢视频的话多多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